《加拿大學生簽證全軍覆沒 失敗的前因後果》 Hello 大家好 我是Coach 今集的題目是《加拿大學生簽證全軍覆沒 失敗的前因後果》 這其實是Stream A 最重要克服的難關,如果是關口失敗,就會全盤失敗了 有關於Stream A,Coach 到現在已經製作超過12集針對學生簽證的視頻 Coach 希望和大家分享最重要的環節就是學生簽證的要求和技巧 有看過這些視頻的觀眾就會知道Coach 是張心比己 希望幫到大家成功踏上Stream A這條路 如果你對今集內容有興趣,請你現在按下這個零鐘 即是訂閱Coach的教育頻道用行動來支持我們 留言和給支持,在社交媒體多多分享,多謝你! Stream A 是這兩年被公認為門檻最低的一個移民方案 其實是低到前所未有的,因為只要讀書就可以得到永居資格 這個低門檻的移民方法,卻有一個高規格的把關 因為Stream A 其實分開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讀書 困難的地方並不是取決於你讀什麼科目,又或者學校收不收你 因為無論你是什麼程度的學生,都會有什麼程度學校取得你 困難是在於能成功取得學生簽證 有很多人在第一部分已經擱淺了 原因是他們並不知道學生簽證的竅門 不幸地當他們真正要面對學生簽證這個把關的挑戰時 就已經是他們被拒絕學生簽證那天 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部,即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簡稱IRCC,其實只是主宰著你能順利踏上讀書移民Stream A 計劃的關鍵性部門 學生簽證失敗的人很多時候都會收到一句可謂自自朱機的解釋 它是說鑑於你一項或多項的資格,我們認為你的讀書方案是不合理的 你的履歷,就是Qualifications 過去的學歷,Previous Studies 學習成績,Academic Records 未完整的成績表,Missing Marks Sheets 已經建立的水平Level of Establishment 這包括Social and Financial社會地位和財政能力 語言能力,Language Abilities 和你未來的前景計劃,Future Prospect and Plans 換句話說,簽證官員覺得你在其中一個方面有疑惑的地方 令他們覺得不能合理化你的學生簽證申請就拒絕你了 合理化Reasonable就是整個問題的精結所在 你要提供清晰的論點和有支持的實質論據 而不是自圓其說,充滿一些不合邏輯的狡辯 令人感覺你是企圖使用不合理的情節 去合理化你的申請 所以換句話說,拒絕了學簽 除了可能是經濟方面未能達標 這裡有五個重點你需要逐一審視一下 可以很公正地看看自己是否充滿了矛盾和漏洞 第一個就是你的履歷,Qualifications 過去的學歷和Previous Studies 學習成績,Academic Records 和或者會不會有些未完成的成績表 Missing Marks Sheets 已經建立了的水平,一個Level of Establishment 包括你的Social和Financial社會地位和財政能力 你的語言能力Language Abilities 你在未來的前景和計劃Future Prospect and Plans 第一個,你的履歷,Qualifications 就是你過往的學歷 一些Previous Studies 就是你學歷和專業的訓練 究竟達到什麼水平 你的專業範疇是什麼 你取得這些資歷和學院的水平 和你現在去加拿大計劃讀書 是不是有合理和連貫性呢? 很多人都在狡辯說 有些人在加拿大學做蛋糕,學化妝都可以 學簽批了 說這些的人 其實可能他自己是擁有碩士學位的 又或者在大機構工作了二十多年 在一些管理階層 請問他們花費幾十萬去外國 學化妝、學做蛋糕是否合理呢? 反而有些學化妝的人 他們可能只是擁有中五的程度 甚至有中四的學歷而已 他做蛋糕、做化妝 其實都是順理成章的一種職業訓練 試問一位讀展設計劃的畢業生 他是否可以和一位擁有碩士學位的人 坐在同一個班房裡進行同一樣有意義的學習呢? 至於你的學習成績 或是否有不完整的成績表呢? 有無一致性?有無間斷或缺口? 是否能展示完整的教育歷史? 會否令人誤會你有虛假陳述呢? 第三點是你已經建立的社會地位和財政能力水平 Level of Establishment 包括Social和Financial 考慮到這點是你有沒有在完成學業後 有返回原居地的誘因 但這是一個雙人劍 因為第一,opportunity cost 就是機會成本是一個合理化的推論 如果擁有越優越的社會和經濟條件的人 他們就可以支持說 申請者完成學業後 有返回原居地的誘因 相反來說,如果申請者沒有良好的經濟和社會背景 他們返回原居地的動機並不大 但另一方面,如果申請者已經擁有優越的財政能力 究竟什麼驅使他們放棄一切 重新修讀另一個學科 選擇重頭走一次一條新的職業路線? 所以這是一個雙人劍 就是根據每一個人不同的履歷和成就而作出判斷 這就是Coach提過很多次 說每一個人都應該將自己的過去、現在、將來 合理化的連線解釋起來 第四個是語言能力 這是很明顯的 就是你的英語能力需要達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才能說服到簽證的官員 你是具備完成學業的基本條件 所以讚寫Letter of Explanation 不可以操資大業 也不是你可以找一位英文老師幫你執行文法 適合present tense、past tense 單數、雙數有沒有加s 那就代表你是具備語言能力 你是需要有能力去表達一些更深層次的思考和論述 最後一個可能是最難的 就是你未來的前景計劃 Future Prospects and Plans Coach 說如果很多人去申請讚寫Letter of Explanation 都用了很長的篇幅去講述自己的學術和能力 又或者工作方面的成就 他們寫著寫著走火入魔 就忘記了以為自己正在寫求職信 其實整個學生簽證的審核 是看你將來的成果 以及能否有充分的理由 值得簽發一個學生簽證 讓你去完成這個將來的計劃 如果你未能清索陳述 讀書計劃和將來達到什麼效果 學生簽證就失去理據 於是你就不會獲法簽證 所以你要申述過去的成就 其實蝙蝠不應該佔太重 如果你不幸被拒絕學生簽證的時候 再重申申的時候 你必須要很明確地說明拒絕的理由 對職下約 而且根據拒絕的理由進行重整和修改 學簽失敗之後 你有兩個對策的選擇 第一個就是整頓申請 有兩個主要方向 第一個就是收復不完整的訊息 第二個就是提供額外的資料訊息 以上兩種情況都是說申請的方案 其實都沒有重大變化 只是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論證 你的陳述是沒有改變的 只是確切地利用真實的資料 加強你的論點 所以如果你拒絕 學簽的理由欠缺 是真實的理據之前 你可以從這個方向去改善學生簽證申請 第二個學生簽證失敗之後 你的對策可以是從頭走這過程走一次 重新申請一個有改進求學論點的課程 和重新調整所有新課程的論點和理據 重新申請另一個課程是一個很重大的變化 但它能夠允許你很徹底地去整頓整個學生簽證申請的機會 令你可以改變你的陳述和加強你的論點和論證 很多申請者完全忽略了應該聚焦在學生簽證的審核標準 和如何完美地合理地達到這些盡責的要求 你必須在簽證官員的角度衡量申請 而不是以自己的角度希望說服簽證官員的認同 大部份的人完全站在錯誤的角度去讚寫自己的申請 部份更情緒化地去攻擊簽證的準則認為不合理 那是否會是一個無理取鬧呢? 對於從未在加拿大生活過的人 也沒有任何去加拿大居留的身份和權利的申請人 為何有資格去批評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部的政策呢? 這些浪費精力的行為 可能是他們自己barking at the wrong tree 所以學生簽證申請人要準備 完全清晰地知道自己如何回答那些問題 以及他們也不可以用希望自己的letter of explanation 告訴簽證官員平衡準則以外無用的資料 究竟應該如何衡量輕重取捨內容呢? 第一個要著重主題重點 第二是減省不重要的細節 第三將所有事實和證據作為支撐你的論點 最後是要剔除所有無關痛養的垃圾蝙蝙蝠 自欺欺人的方法有三種 第一種叫做Cognitive Dissonance 即是自打嘴巴 或是今日的我打到作日的我 在邏輯理論和心態方面充滿矛盾 第二個是Confirmation Bias 即是自願其說 經常在尋找一些合理化個人的預設方法 最後一個是Rationalization 即是搬龍門 因為現實的情況有所改變 於是就推翻原來的見解和道理 所以總結申請學生簽證的方法應該如何呢? 就是利用一個Deductive Reasoning 即是演繹的推理 一種由上而下的方法 去了解學習簽證批核的準則 然後利用這些針對性的情境和個案 找到可以成功獲得簽證的解決方案 學生簽證這一關 其實是StreamA最具挑戰性的一個關口 很多人都忽略了或輕視這個篩選的機制 結果只憑自己個人的意願去挑選課程 和從自己的角度去陳述遞交申請 結果晴天霹靂 原來是沒有辦法達到要求的 慢慢都想不到雖然有學校錄取 但竟然不獲法學生簽證 所以恭喜你今天有機會 在你避拒之前知道這些準則 那你就要好好作出準備了 如果你認為今集內容有建設性 請你按下這個零鐘 助言起行地訂閱Coach教育頻道 以及用行動支持我們 留言在社交媒體多多分享 多謝你 超常的時間 躁進去 壞